繼續來看行動不分区的領域 好選人副駕 跟國民黨的副比市長副政院 跟中編尤 造成買政議連線 疾控喀辛 英雄如的萬軍 接受到民進黨黨中央的指揮 說英雄如的領域 就是民進黨的領域 英國蘇的助理 藤文憲 不過英國蘇是來看完王 說藤文憲在那去年就已經來理解 說這是惡意的罵 所以到台東地檢室 按鈴控告 湯文憲是洪耀福的人 也是黃崇燕的人 證明民進黨中央 直接指揮 直接操作 比指控萬軍是他的助理 民進黨立委 藤國蘇 調法完翁 湯文憲 其實他早在2017年的12月31號 就已經離職了 為什麼他們還要用這樣子的含沙影射 這樣惡意的栽贓 然後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 違反選罷法相關的規定 意圖使人不當選 人說副架是黑白之空 英國蘇理長的報告 台東地檢室起格局 民進黨也說 關於信用破産的政治人物 繼續以助謠 挖握方式 挖握在政黨 讓民進黨用選票 記住這種惡質的正規行為